今天我們來介紹 七煞對公司五輔的這一組 只要是自己認定的事情 都可以很努力的 往下走的這樣的特質 當他在對公司五輔的時候 他的這個堅持 就會變得比較無實一點 大家好 我的祈求 得到了大家的回憶 我們每支影片 都有千人按讚 感謝大家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要求再高一點 按讚的速度可以快一點 拖很久才到一千人 總之感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們這系列就一路一直講下去 這系列的反應都非常好 就是因為 大家都會覺得說對於那個星耀的掌控度 在透過影片上面可以有 更精確的掌握 那實際上 抖數的星耀 很在乎它 跟公衛之間的關係 跟公衛之間的關係 所以往往 在初學的時候 我們都只會去看說一顆星 七薩星是什麼意思 可是 實際上每一顆星 它要展現它的 那個真正能量 其實它還要看它的對公是什麼 要看它的同工是什麼 然後再加上要去注意 兩顆星的組合是什麼樣子 然後最後再放四化進去 我們會陸陸續續 就星耀的部分 來為大家做更詳細的解說 今天我們來介紹 七薩對公是五輔的這一組 這個七薩 本身所具備的那一種 很堅持 只要是自己認定的事情 都可以很努力的 往下走的 這樣的特質 當它在對公是五輔的時候 它的這個堅持 就會變得比較務實一點 每一顆星 它展現出來給人家看那個樣子 其實在對公 同樣的七薩 它對面是指輔的 五輔的 臉輔的 它展現出來的那個 對事情的堅持 然後那個個性 其實會略有不一樣 這一組是七薩的那一組裡面 其實最接近 最接近原始的七薩本意的這一組 因為對公的五曲星 它一樣有屬金 對於什麼事情 它會比較務實的去考量它 然後去看待它 這個時候還要去考慮到 旁邊有一顆天輔星 五曲本來是一個 做事情 比較一板眼的星藥 當旁邊加了一個天輔之後 天輔是一個較有謀略的星藥 所以這個五曲星 它在考慮事情的時候 不會這麼的完全的呆板 很多事情 它會先想清楚說 我這樣子做 到底划不划算 我這樣做 會不會 很多的風險 可是 它不會很呆板的 只去計算這個 部分 因為有個天輔在旁邊 所以會幫它想說 那我這樣子做 可能有風險 可是這個風險有沒有辦法降 我這樣子做呢 划不划算 這件事情短期內看不到效果 但是長期來講 是不是會有一個 效果會出現 務實的層面會變得 多了一點點的 計算 而這多了一點點計算 會讓這個五曲的 這種務實的層面會變得 更活潑一點 更討人喜歡一點 也會比較 有謀略一點 那這個是 七薩對弓 是五曲跟天輔 這一組的組合 那我們這一系列呢 主要都會講本命的夫妻弓 如果這邊是夫妻弓 對面是官陸弓 對面的弓位 就是我對於感情 我對感情 真正內心的想法 以及 展現出來在外面給人家看到的樣子 那吳許欣呢 他的四話是哪四個呢 他基本上吳許欣 陸權科技四科 他全部都有 本命的夫妻工作七薩 表示我這個人 對於感情 有我自己的想法 跟我自己的堅持 我碰到我喜歡的人 我就會覺得說 就要去愛他 然後 即便別人說他不好 我會 很努力去追求我的愛情 這個我喜歡的人 要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要是一個 會賺錢跟有能力的人 也就是說我的愛情裡面不能夠只有愛情 我的愛情必須建構在 豐富的麵包上面 不能夠那個談愛情的時候啊 就是你很窮我也可以這樣子 這吳許天府可能就不太 能夠接受這件事情 你也許可以窮 可是你不能是不成才的 你也許可以 現在沒有錢 可是你不能是不努力的那個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的結構 那在這樣的結構之下呢 當 當吳許心啊有四話出現的時候呢 那他會怎麼樣呢 當吳許畫柯的時候 我們常常講說 財心在畫柯 其實就是花錢的意思 我的夫妻公如果欺煞 而對公吳許跟天賦 有上過我們課的學員就會知道說 其實啊 我們真正在看一個人 他喜歡的對象 坦白說看的其實是對公 也就是官路公 而不是那個夫妻公 夫妻公叫做我的感情態度 那我的感情態度怎麼展現出來在外面給人家看到 對不對 我把男朋友帶出來人家就會看到 所以 帶出來在外面 這是對公 所以 我真正喜歡的那個人 其實是對公的樣子 所以七剎代夫妻兒對公是吳許跟天賦的 我喜歡的類型會是 有能力跟經濟狀況不差的人 這樣才能夠展現出來嘛 所以要看的是那個吳許跟天賦 而這個吳許跟天賦呢 吳許心還畫了顆 表示什麼意思呢 我們常說那個 自己的財博公如果有吳許畫科 表示自己要亂花錢對不對 或是我的遷移公有個吳許科 鋪一公有吳許科 表示我花錢在 在朋友身上 或是我在外面 比較不計較金錢 可是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我的官路公有一顆吳許科 旁邊有天賦呢 那是不是表示說 我是一個會願意 花錢在 另外一半身上的人呢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而是說啊 我會希望 我的另外一半能力不錯 並且對我是大方的 並且對我是大方的 這個很特別 如果說今天 我是吳許科在夫妻公 那就是我會花錢 可是我在對公 那是對方要花錢 那坦白講 這個是不是完全的 一定都是要對方花錢 其實不會 也就是說我願意在感情上面 多花一點點錢 金錢上沒有那麼的計較 可是重點是 對方必須是一個對我大方的人 而且這個呢 他會更重視啊 對方的財務能力 所以這個是吳許科 因為科是 你自己的名聲嘛 我的感情 被外人看到的時候 那個 面子來自於什麼地方 來自於吳許科 就來自於 金錢能力 或是對我大不大方 這是吳許科 如果說呢 他是吳許化權呢 吳許化權呢 吳許化權 由金錢而得到的 權利 他可以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解釋呢 叫做啊 我如果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會希望 我可以管著對方的錢怎麼花 那第二件事情呢 也會表示說啊 我會希望對方 對自己的財務能力是很有 本事跟掌控的 因此呢 最後的結果呢 他對於 另外一半的挑選 或者感情對象的挑選 就會更偏向於那一種能夠 白手起家 創業的那種人 那你說老師呢 可是我如果說我是男生的 難道我要挑個 女企業家嗎 這當然也沒有不可啦 當然也沒有不可 但是就 現實的社會層面來說 也許女生創業的部分比較少 那如果你的命還是男生 而你是吳許天賦 吳許化權 在關入宮的話 雖然你不會去要求說 你老婆或你女朋友 或是你交往的對象 或是你追求的對象 必須是你強人 但是至少要 是一個 很懂得 打理自己金錢的人 而不是那種會亂花錢的 所以你會希望他對金錢的掌控力 是比較好一點的 而且是有自己的 財務計劃跟打算的人 這是吳許化權 如果是女生 當然會比較偏向說 這個人最好有一點 自己的財務規劃 能做點自己的小生意 這樣子 這是吳許化權 如果是吳許化路呢 他其實呢 當然就會希望說 你在感情上面 金錢 使用 是不匮乏的 所以金錢使用不匮乏的意思呢 表示說 你不需要談個戀愛 然後還要擔心說 出門 要花誰的錢 兩個人是不是要給我大取 到底是 今天我送你禮物 還是你送我禮物 最好出去 都是享受人家給他欠 但是這邊 跟化科一點點不一樣 化科的呢 基本上 只要讓大家覺得說 你的老公 對你很大方 就可以了 化路的呢 他不見得會 讓別人知道說 他老公對他花很多錢 而是他會 真實的感受到說 旁邊的這個男人 是大方的 另外一個好處是 他也相對的 對另外一半也是大方的 但是小缺點是什麼呢 小缺點就是 這樣子的 副觀線 也很容易在情感上面 很多事情 就會想要拿錢來解決 也就是你如果找了個 這樣的男朋友 可能你剛開始覺得 他對你很大方 久久你發現有個小缺點 譬如他沒有空 陪你 當然沒關係 給你一筆錢 你自己找你姐妹套出去玩 或是要不然 我最近都沒有給他買個包送 這是小缺點 這也許你們覺得 沒有 老師 這個是大優點 不是小缺點 最好錢都來 人不要來就好了 要注意旁邊不是有個天賦嗎 旁邊有個天賦 會影響到說 如果 他是這張盤 他雖然會大方 但是呢 那個天賦心 會不斷地去告訴那個舞曲說 這個錢 這樣子亂花 這樣不好 這樣亂花 可能會有問題 這樣亂花他會不會跑掉 反正不在乎你 所以 其實 你要去擔心的是 那個天賦心 會影響那個舞曲 他不是 無節制的亂花錢 也不是無節制的 給予你金錢上的付出 他還是希望說 這個錢 是要花的 一分也好 會有價值的 為什麼需要 陸權課的時候 都跟大家講 這些比較 屬於心耀裡面 他們自己 很深層的一些想法 因為 當那個舞曲畫技的時候 這些東西 可能都會有些變動 來我們來看舞曲畫技 舞曲呢 他也會畫技對不對 當舞曲畫技的時候 這種人 舞曲技 因為金錢價值 因為這種務實的 價值 而產生一個空缺 而這個空缺 在 感情的 內心公位 也是夫妻共的對公 關入宮 我在情感的內心 總是有覺得說 如果說我的交往對象 或如果說我的那個情感要耗掉很多時間 或是 要耗掉很多的金錢 我會覺得有點不開心不舒服 不安全感 我覺得我 跟這個女生出去 約會吃一餐飯 要 5000塊 那到底 划不划算 即便 有一個天賦星在旁邊 告訴他說 你千萬不要表現出來 要撐住 但他內心裡面 還是會覺得 唉唷 這樣很痛 有點不舒服 這個呢 當然是單純的 無曲技 也因此呢 這樣子的人呢 他通常 也都會因為 金錢價值觀 而跟另外一半 會有一些些的 情感上的衝突 問題來了 如果說 哇 你本來在鹿泉科 其實都不太差 也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本來在鹿泉科 但是呢 突然有一年流年有一顆無曲技進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 我本來 很大方 今年無曲技 我本來 也很大方 而且告訴人家說 我買了什麼名表送給我老婆 結果今年無曲技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那個啊 原本在鹿泉科 的那個狀況下的 那個對你很大方的男人 如果今年在無曲技 明年啊 2022年 有沒有 明年在無曲技 你就要注意 明年要刮一點 不要亂花他的錢 不然他就有內心有 些許的不舒服 然後呢 旁邊的天賦就影響他 欸你要算一下 你為這個女人花了 這麼多錢 那他有沒有給醫生 這個時候如果再有其他的 煞技或是其他桃花進來 那可能就會有不太好的狀況 OK 總之呢 這個啊 無曲跟天賦 對公司欺煞 這個呢 通常 會讓這個人他在情感上面 其實算是穩定的 堅持的 也算是呢 相對來講不花心的一個 一個祝賀 但要擔心的是啊 如果你讓他覺得在金錢上沒有安全感 然後流年運線又走得不對的話 他也會很 很認真去盤算說 他值不值得在維持這個感情下去 好謝謝大家 不要按讚 我還是要看 我還是會不愛你 在哪兒 我還是要看你的 我還是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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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看你 感谢观看